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plus》。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 急剧老化的人的特征这个课题。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老化的研究。 尽管在《Life Span》医书中, 老化被描述为一种疾病, 而目前老化确实是一种 每个人都会经历的疾病。 未来可能会出现治愈老化的方法, 但我们不能只是等待。 因此,今天我们将讨论 关于老化年龄的研究 和预防老化的方法。 希望能对大家的抗衰老有所帮助。 如果最近听到别人说 你看起来老了, 或者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模样 感到自己老了, 又或者觉得自己的记忆力突然下降了, 那么今天的内容 对你来说非常重要。 请大家务必看到最后, 相信你会有所收获。 今天视频的内容 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看起来年轻的人 只是暂时还没显老。 第二,饮食对抗衰老的重要性。 第三,睡眠对抗衰老的影响。 希望大家能从中找到 有趣和有用的信息。 首先是第一部分, 看起来年轻的人 只是暂时还没显老。 我要给大家介绍的 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 在这篇研究论文中, 有一个对我们很有用的发现。 那就是, 老化并不是以一定的速度 持续进行的。 而是在34岁的青年期, 60岁的壮年期, 和78岁的老年期, 这三个时间点上会急剧加速。 下面是关于研究内容的简单介绍。 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团队 使用了4263名, 年龄在18岁到95岁之间的人的 血液样本, 分析了2925种血浆蛋白质。 结果发现, 其中1379种蛋白质的水平 与被试者的年龄有明显差异。 此外, 他们还发现, 可以通过这1379种蛋白质中的 373种蛋白质 来预测被试者的年龄, 误差大约在三年左右。 而只需要9种蛋白质 也能以一定精度预测年龄。 这听起来有点复杂。 但简单来说就是, 通过血液中的蛋白质水平, 可以测定人的年龄和老化程度。 研究还显示, 老化现象会在平均34岁、 60岁和78岁这三个年龄点上 急剧发生。 也就是说, 虽然存在个体的差异, 但大致上第一次明显的老化 会发生在34岁左右, 然后是60岁左右, 再接着是78岁左右。 这非常有趣。 因此, 我们要提醒那些 30多岁、 50多岁和70多岁, 看起来仍然很年轻的人。 请大家注意了, 因为您看起来年轻, 可能只是因为 您还没到那个 急剧老化的时间点而已。 不要因为别人说您 看起来年轻, 就认为自己不需要 进行抗衰老的训练 或预防老化。 这是大错特错的。 老化是每个人 都无法避免的命运。 如果您不想老去, 想要一直聪明 且年轻的生活, 那么即使您现在 看起来年轻, 也需要认真考虑 抗衰老的问题。 在所有抗衰老的方法中, 当前被认为最有效的 是保持空腹状态 或进行卡路里限制。 您可以每天只吃一餐, 也可以简单地 把食量控制在八分堡, 或者在周末进行进食。 请以您能接受的方式 进行饮食限制。 接下来是第二部分 饮食对抗衰老的重要性。 在这里, 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下饮食, 尤其是碳水化合物。 我知道大家可能心里会想, 又是碳水化合物 限制的老话题吗? 但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快速碳水化合物 和慢速碳水化合物的区别。 近年来, 关于碳水化合物好坏的区分, 主要依据是从 摄入碳水化合物到血糖 达到峰值的时间。 这段时间越短, 对我们身体的负面影响就越大。 而这一时间, 可以通过一个叫做 Gi值血糖生成指数的数值来衡量。 最近, 我们经常会看到食品上 标有DGI食品的字样。 血糖生成指数是衡量食物 引起血糖升高速度的指标。 血糖生成指数高的食品 会比血糖生成指数低的食品 更快地引起血糖升高。 当血糖急剧上升时, 我们的身体会分泌过量的胰岛素 来降低血糖。 这会导致血糖的急剧下降, 从而导致暂时的低血糖状态, 使人感到疲倦和困倦。 这种现象被称为 血糖波动或血糖飙升。 如果这种情况频繁发生, 会导致胰岛素抵抗 和代谢综合症, 甚至称为二型糖尿病的前兆, 此外, 亚洲人对碳水化合物中的 淀粉处理能力较低, 更容易出现血糖的飙升。 因此, 我们必须谨慎选择食物。 尽量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当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 选择DGI的碳水化合物, 例如玄米和全麦面包等 未精致的棕色碳水化合物。 值得注意的是, 限制碳水化合物 这种饮食方式 并不适合所有的人。 尤其是女性, 很可能会导致月经停止等症状。 而且, 这种饮食方法难以长期坚持, 许多人会半途而为。 相比之下, 避免白色碳水化合物, 改吃棕色碳水化合物, 如玄米等, 在味道习惯以后, 可以继续之前的饮食习惯。 这是一种相对容易成功的健康饮食法。 还有数据显示, 适量摄入碳水化合物的人, 其体质率较低。 因此, 不要完全排除碳水化合物, 而是适量摄入棕色碳水化合物, 并适当地实施进食。 这是预防老化和保持健康的饮食方式。 接下来是第三部分, 睡眠对抗衰老的影响。 睡眠有很多重要的作用,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让大脑得到休息。 如果睡眠不足, 我们大脑的老化就会加速。 首先大家要理解的是, 大脑的成长和老化过程 与我们身体的其他器官不同。 大脑的神经细胞与其他细胞不同, 在三岁之后基本上不会再分裂。 我们使用的是最初拥有的那些细胞, 因此保持这些神经细胞的年轻状态, 至关重要。 而睡眠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睡眠中, 尤其是非快速动眼睡眠, 即非RAM睡眠对大脑的老化防止非常重要。 非RAM睡眠在入睡后一小时左右出现, 然后以大约90分钟的周期反复出现。 在非RAM睡眠期间, 生长激素和其他激素会分泌。 大脑的神经细胞电活动几乎消失。 大脑细胞是唯一在一天中的某些时间段, 几乎完全停止活动的细胞。 这种睡眠期间的电活动停止, 被认为是防止大脑老化的重要因素。 此外, 当神经细胞的电活动在睡眠中停止时, 这些细胞会收缩, 将内部的废物挤出细胞外。 这些废物通过神经细胞之间的缝隙被脑脊液冲走。 而脑脊液在睡眠时会以高速流动, 清除大脑中的废物。 这些废物中包括被认为是阿尔茨海默病成因的淀粉样蛋白质。 因此, 睡眠可以预防阿尔茨海默病。 据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研究表明, 睡眠不足的人更容易积累淀粉样蛋白质。 尽管原因可能很复杂, 但确保充足的睡眠对预防大脑老化非常重要。 为了获得良好的睡眠, 以下是一些建议。 摘子斯坦福市最好的睡眠艺术。 1.睡前90分钟泡澡。 2.睡前避免蓝光。 3.固定入睡时间。 关于泡澡, 建议在40度的水中全身浸泡15分钟。 如果您感觉很累的话, 进行5分钟的全身浴和10分钟的半身浴, 可以帮助您调节自主神经系统。 此外, 温泉可以更好地提升我们的体温, 并有辅助睡眠的效果。 如果有条件的话, 大家可以选择这些方法。 如果因为工作原因只能在离睡前洗澡, 建议改用淋浴。 无论哪种方式, 每天在同一时间进行洗澡和睡觉, 可以帮助我们的大脑形成习惯。 就像有些人每天早上起床看YouTube一样, 在持续一到两个月后, 你会发现自己会在固定时间想去洗澡。 此外, 有些人为了减肥而不吃晚餐, 但这会导致唤醒激素、食欲素的分泌。 因此,建议还是吃一些轻食。 晚餐应该在睡前两小时内完成, 以利于消化吸收。 这些关于睡眠和饮食的建议, 有助于延缓大脑的老化, 帮助我们保持健康和活力。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 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 在下次的节目中, 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